是用調節性的東西啦 砂石也是啊 砂石也是有進口 為什麼不能進口 因為現在所有的資源要進口 台灣以前進口煤要三千萬公噸 砂石要一一公噸 所以這個加你兩三萬公噸 台灣的碼頭 砂石進化 我們就在做整體的評估 可能要做一個整體 我贊成要做一個整體性的 大家做一個討論 這個數字是怎麼抓出來的 會變成各說各話 我們就先有 大家可以談的數據那些都公佈 你知道像我們現在 可是我們現在 礦業用地的那個位置 面積都沒有 其實他們有的資料 是應該要有他們自己都沒有 我們沒有全部礦業用地 礦場位置的投資 金費好像要做投資 還被立法院給砍 你說起來這方面很可憐 我們自己經費 像委員也知道 我們經費一年一年都縮減 可是那個是最基本的資料啊 我們也是有一些 可是那是很細的 建置起來那個經費很高 因為現在 我們是有 大家不是說完全就是 對礦業完全暴敵 就是大家怎麼樣 讓這個制度更好 更完成 是我們所希望 同時要兼顧我們居民的安全 我們希望這樣子 大家有一個基準 大家共同好把它管理 台灣我們自由資源 我們有效利用 不要去影響到 當地的居民 那他們有個回饋 因為像有的礦區 大家也要跟居民做一些回饋互動 有些修善什麼東西 都要由他們來負責 這我是 我們也是希望 是要這樣子 一個互動 不是說大家都抗跟都反對 大家都抗跟 這樣子的話 是一個惡性的一個情況 這是你現在的情報 或是他們所遭遇到的 你們都不知道 對啊 他每天爆破兩次 每天爆破兩次 然後這兩個礦場 到時候變成四次 那誰可以接受 你早上每兩個小時 現在這個案子 所以他現在在環評程序中 假如說各位有益力 他們我委員大會 都會有些注意 你知道他在 他在我們當地的說明 會怎麼騙我們嗎 你可以去聽錄音 他說我炸一次 我可以親你一個禮拜 然後他要每天炸 他要每天炸 我就問他 那你這樣炸 你炸幾天 你要親多久 你告訴我 根本 跟我們胡說八道的 他騙我們啊 總之我跟妳 我是學礦史學 一般來 你去拒絕 我已經拒絕了 我來